《楼市焦点》 刚刚听完新闻报道之后 就回到地产街户外的时间 杰然请到这位嘉宾 就是港督三地产商会副会长 邑德斐,哈喽 邑德斐,恭喜发财 大年初一的时间 公祝你生意兴隆,事事顺利 亦是身体健康 我公祝你步步高升 虽然你也很高,继续升 身体健康 今年一家幸福 最重要是这样 大家都是身体健康 说明你在内地方面 发展商也发展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特别是我们说农历新年这段时间 很多时候内地都是假期 也想了解一下 内地在一般的农历新年假期 都比较长 是否真的什么都不做呢? 其实说真的 今年我只是说不一样的新年 为什么呢? 我们多了一些病毒陪伴我们 要就地过年 所以第一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以前春运 世界性盛事 火车、飞机、陆路、船 今年没有了 政府也劝大家 拜托不要回家了 也有很多企业 叫员工留在这里 给他们福利 给地方去住 所以其实今年新年真的不一样 跟以前完全不同 几件事 第一,春运没了 第二,本地过年 第三,如果本地过年也不要紧 最好是在广州玩 或者在北京玩 但是不是 最好就是不要玩 叫你不要聚 好了,作为发展商 以前新年都可以做一阵的 即是售楼部 也有开的售楼部 也有用新年去买楼 今年政府就说 做少一阵生意 亦都这么说 今年很多内房 或者他们的销售 都是打击的 有些销售量少了三四成 我想原因是 第一,就是政府有些调控 对内房这些东西 第二,就是COVID、病毒这些东西 令到大家 少出外为妙 所以其实 你说中大来大鼓 又没有诗又没有农送证品 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不是刚好国策的了 刚才你特别提到 去年内房方面 大家形容是负面消息不断 也真的不是那么好的一年 今年你自己看内房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先澄清 对我来说 都做了三十年 国内 你知道五年一阵左右 我觉得今次的 就是一个范围嘛 是的,今次的调控是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其实你想一下 你意思是太弱流强 很多公司 其实借钱借到 已经是国家都害怕的了 嗯 他们已经借钱借到 不是他们真正的需求的了 他们有些钱已经是用来做了 做汽车啦 足球队啦 影视啦 IT东西啦 其实很老实 就是偏离了本行 我是今次非常之开心 如果作为资深这一行的人来说呢 嗯 我觉得今次政府是出手出质好啊 其实我听过的故事呢 就是中央官说 如果任他乱爆 影响社会稳定 不然我刺爆他 嗯 我安排他怎样爆 我安排爆完之后怎么处理 例如 这个算不算是计划经济呢 是绝对是 那例如 我不改名了 大家都知道 有家几千亿公司 是 大家估到他大到不会赌 其实他真的不会赌的 不过 如果他爆煲自己爆呢 就会怎样呢 第一 交不到楼给 数以万计的买楼的人士 嗯 他给不到钱 数以千计的建筑公司 跟着还不到钱 给数以百计的银行 嗯 或者那些投资者 你想想如果不控制住这件事 就是那个炸弹 你不找个桶 扣住他呢 爆出来是 你不知道 飞到那些东西 难以想象 虽然现在 有些人觉得都难以想象 现在这样都难以想象 控制住他爆啊 就是现在有个军火专家 拿了设备来 你都看见到害怕 你想想如果被他自己爆 你想想那个伤望程度多重要 嗯 那我们说回 就是这个楼价方面呢 既然有些内房方面 给不到信心大家了 其实呢 去年呢 就说销售情况都不是那么好的了 楼价方面当然又回落了 你自己看呢 今年那个内地方面 那个楼价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几大城市啦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啦 就是四大城市 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 你自己怎么看呢 说真的 大家真的留意一下呢 现在影响的呢 都是一些新的发展商推新款 销售慢了 但是你看到二手市场呢 是没有坏的 市场 嗯 是不是始终都是一个需求 对了 它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升 嗯 其实是做到 中央说的就是 稳字 其实这十年呢 稳字呢 就是每年的政策 写个稳字 什么都不用看 就是稳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去回正常一点 不过来很老实 如果有些公司你是借贷过度 或者是现在你才开始 去卖楼花拿钱那些呢 对不起了 没有这支歌仔唱了 太若楼强只会剩下一些 你仍然是正正经经去营业 你那个 譬如债务和资产是正正常上的 嗯 不要过三条红线那些呢 是没事的 但是最近发生很多呢 就是出事那些呢 就被人家收购啦 合併啦 买卖啦 很忙啊 所以这段 嗯 你仔细看回我们经常说 就是香港和内地方面 大湾区的机遇啦 大湾区的 楼市方面的走向会是怎样呢 大湾区其实都分很多城市啦 譬如你看 广州都是龙头城市啦 但是如果下一些就是佛山 再下一些就是惠州啦 其实可不可以陈阿宝呢 你问我呢 我觉得呢 大湾区是一个真正在未来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因为呢 第一 我们这一个大湾区是一个很完美的大湾区 有旅游啦 有科技啦 有民生啦 有医疗啦 有教育啦 其实你看回全球呢 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么原备 这么平衡什么都有的 那当然啦 每一个城市担当不同的角色啦 譬如惠州 就多些旅游啦 多些教育啦 广州就多些商业东西啦 中山就多些民生休养医疗啦 佛山就多些文化旅游啊 这样的东西啦 所以变成了 其实呢 你整个城市呢 你把他们继续很齐备的 是 香港就是什么一些国际的一个接合点啦 金融啦 仲裁中心啦 那而 比如深圳不可言啦 你以往在内地方面发展,但近年也有进驻到香港这边,作为香港的发展商 怎样看中港两地的楼市的情况,或者发展方面的方向呢?两边的文化都有不同的 前几年你问我,我就没什么敢说,但因为我已经香港回了五年 我也是卖过楼,准备卖楼,参与市场,实际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觉得有机遇就是,大陆这一年多令到很多国内发展商觉得 我真的要把鸡蛋找多个蓝剂,即是分散一下 是的,所以香港是一个他们首选的蓝,以前五年很多去美国,澳洲,瑞士那些都飞去了 但是随着COVID之后,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同了 所以他们也觉得,行来行去都是香港最好,文化差异少 也是近,看得到摸得到,也不会有政治角力那么大 所以,其实倒回来,我可以说,我最近做到不停手 直接资金充裕到云 因为这件事是好事来的,长做长手 很多香港的,或者国内的发展商是找我们香港有经验,有背景 有纪录的人做盲工足,特别我们已经在国内做了这么久,我们懂得跟他们沟通 所以变成最近,我直接是不够盘做 就是不够货 钱有了,很多买家排队,好像我做汤圆 现在排队买汤圆那样 所以,其实香港是一个机遇来的 倒回来,我也有机遇就是,他们也想借助我 是有些公司外面的借助我进大湾区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中港两边的,其实是一个好的机遇 也都希望香港其他公司想一想 现在是真的要想一想大湾区怎样去部署 你看回中港两地楼市的前景是怎样看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香港真是得天独口福地 地少人多 很多商业活动,也有很多政策辅助 所以香港如果是住宅 或者是一些刚性的东西就不担心 不过,有嘉宾或者之前都在很多场合讲过 你说零售 商业 我想这一两年都震痛得很厉害 有些跌到八成都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做住宅 一些刚性的东西就不会有事 但是你说商业就真的要看通关 看中港两地的无核 但是说真的 每年以前我们五、六千万人涌来香港 旅游消费 那现在大家明白了 那不应该现在说了 所以其实 商业那里,如果大家真的有闲钱的 可以 拼一拼反弹的,给我们看 好了,国内的,刚才我说的 太弱流强,把那些不好的走,其实是好事 嗯,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投资得心免手 也祝大家 真是什么都好运 多谢你 祝你建议,顺事顺利 帮我们做多一点 大家这样说 那你也多一点来跟我们聊天 多谢你 וא�.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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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